AI教父黃仁勳 隨著揮打股價飆升 身價也擠進全球 前15大富豪榜之列 被許多網友封為三兆男 很難想像他人生第一份工作 是連鎖素食店 Denis的洗碗工 NVIDIA 不是只有我一家廚師 一家廚師 而我一家廚師 成為Denis 他們是我的第一家廚師 我仍然知道 我仍然知道他們的菜單 超級鮮魚很棒 大家知道超級鮮魚嗎 你什麼樣的學生學生 一句話逗得全場學生報效 現在看來黃仁勳 對人生方向很能掌握 包括他選擇領一半 大兩歲的老婆Laurie 是奧勒岡州立大學 電機系的同學 黃仁勳對他一見鍾情 苦追了六個月 每週間都做工作 我會叫她 你想做工作嗎 我們要做工作 現在要做工作 學霸的約會方式 就是不一樣 黃仁勳曾說 當初這個回答 只是想讓她留下深刻印象 兩人交往五年後步入禮堂 雙雙找到細骨工程師的工作 之後為了照顧小孩 Laurie才辭去工作 現在專注在公益和慈善活動 初戀情人竭離超過四十年 讓王友鋒黃仁勳是 純愛戰士 這次台灣型黃仁勳夫婦 帶著一雙兒女同行 女兒黃敏山過去在飯店業工作 曾大讚老爸的廚藝 他很棒 在週末 我媽媽和爸爸 我們都一起吃飯 兒子黃聖斌過去在台灣 開設酒吧 不過現在兩人都已經 進入回答當經理 這次也參訪核碩智慧工廠 追隨父親進入AI的世界 大家好 我們回來了 黃仁勳1993年創立揮達 歷經跌跌撞撞 推出的第一款多媒體顯卡 小路差公司被迫裁員 第二款為日本SEGA開發的 繪圖卡慘倍退貨 但黃仁勳向SEGA社長 中山準雄提出大膽的要求 希望對方終止合約 但照樣付錢給揮達 協助他們免於倒閉的命運 對方居然答應了 我們拿了一半的生命 我們買了一千萬元的機器 因為這是一半的生命 我們做了一半的生命 我們做了一半的生命 我們提供了RIVA 128 大家知道RIVA 128嗎 RIVA 128是世界的 最初的螢幕機器 這款RIVA 128是1997年最強的 3D繪圖晶片讓回答起死回生 到了2000年後 他又看到了人工智慧的趨勢 我們在探索所有的 進行深入學習 一年後 AI的革命開始 NVIDIA是世界上的 AI的開展 特斯拉創辦人馬斯克 在社群媒體分享老照片 2016年 黃仁勳把揮達研發的 第一款AI超級電腦 送給了OpenAI 就是由當時人在OpenAI的 大股東馬斯克收下 對科技趨勢的精準掌握 讓黃仁勳成為全球 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 黃仁勳重視效率 他要求原來的 原工寫信給他 直接列出五個重點 不要長篇大論 如果您把電郵寫出來 它叫做Top5項目 就算是你的Top5項目 即使你所觀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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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 是的 最重要的 即使你所觀察的 回答員工曾透露 黃仁勳回信有專用語 TL就是嫌太長 DR則是沒讀懂 快節奏的風格 讓員工頗有壓力 招牌黑皮衣 也有維持紀律的思考 不用花心思在換裝上 這點還得感謝 他的太太Laurie 這是我妻子買的 這是我買的 我自己購買的 她找到我 不會讓我癌症 黃仁勳掌握科技動態 快很準 也是個超級推銷員 我有要示範的東西 好 這個 已經是很久的 好 各位觀眾們 我們拿到這裡 是世界最大的畫面卡 從自家烤箱中拿出 回答隔天要发表的绘图晶片 预告全球最大的GPU模组 即将出炉 在产品宣传上找亮点 是黄仁勋的强项 从喜晚宫到AI帝国霸主 你很难不停下来 听听他的故事